Hello大家好,今天我来分享一个我的世界地下城卡巴刷装备等级的办法 正常情况下高塔通关后只有区区263力量点数的装备 这是整个游戏里最高的力量点 但是难道你不想拥有这样这样以及这样的装备吗 首先让我们打到高塔顶层 打败boss之后先别接着通关 先使用图腾保存进度,退出到营地 然后我们再重新进入高塔 然后就可以通关进入选装备的界面 这个时候游戏以为我们会点这四个按钮之一 但是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隐藏按钮 没有问题,简简单让游戏崩溃一下 然后我们再重新进入游戏 一进游戏我们就已经在高塔里了 这时我们再打开地图 没错,这个时候可以打开地图了 然后再进行一遍高塔 再通关进入选装备界面 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太一样了 力量点数变高了 原理是这样的 高塔计算奖励装备力量点数的方式是 看你打败了几层boss 当你崩溃游戏再进的时候 游戏会以为你又打败了一遍最终boss 崩溃的次数越多 打败的boss也就越多 游戏给的装备等级也就越高 做完这些准备工作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重复了 看游戏,开地图,金刚塔,金界面,关游戏,循环反复 按照大部分人的耐心 大概就刷到两三百就差不多了 毕竟320以上就没有什么显著提升了 所以我们就到此为止了 开什么玩笑 这么好的bug 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呢 为了测试游戏里最高等级 我特地写了这个python script 做好准备之后运行一下 游戏就能自己循环 这个脚本里全是硬写的数值 点评不上哪个像素 每个操作之后要等多久 全都是按照我自己的电脑情况写的 不过我把脚本发到群里了 想要尝试一下朋友可以自己调试 好了我们把代码放在这里 先跑一晚上 现在是凌晨两点 我是从下午开始跑这个脚本 游戏现在已经崩溃了 应该是因为装备的等级太高 数据溢出了 我们现在就看看装备最终等级到底是多少 哇 最终奖励居然高达1047亮点 是最初263的几乎4倍 这样的速度大概是每两分钟升三级 攒满一套满级装备之后 人物力量值足足有800多 更棒的是刷完一遍之后 可以一次性拿满所有的升级奖励 所以趁着魔将还没有修复 赶紧多囤点装备吧